马六甲警方昨天侦破了一个专门偷窃摩托的肥党 逮捕五名涉案者 年龄最小的嫌犯只有14岁 五名被告今天分别被带往爱吉勒地庭和推示亭 面对四项集体偷窃摩托和妨碍公务的指控 五人全都否认有罪 根据控状 五名年龄鉴于14到41岁的被告 被指控在今年3月到5月期间 在八野龙部一带偷窃 藏匿 改装和拆卸车架后 变卖各种型号的摩托 抵触刑事罚点395 截火抢劫条文 413 禁营或进行贼赃交易条文 411 藏有赃部条文 如果罪名成立可被判接近7个月到20年和鞭吃 其中一名男子也被指控 试图在警方陆检时逃跑 因而抵触刑事罚点186 阻碍政府官员执行任务条文 一旦罪成可被判坐牢两年 或罚款一万令吉或两者监失 法庭允许所有被告以五万五百令吉保释 案件则定下个月13号再度过堂 119,000 情景上 411,000 五万百令吉保采 5万五百令吉保采 剧图的